代表安天娜看到美國一個報道 也都看到巴菲特 巴菲特減持台積電86%的股份 這樣當然 你問巴菲特是不是真的了解 或者好像美國拜登一樣 了解晶片 這個行業是怎樣呢 張忠某 他講了一句很大的白話 當時就是佩洛西訪問台灣 他直接說你不要想著你拿多少錢 或者你多少補貼 就能夠做得起晶片 不是一次性 也都不是說你有多少錢 而是一種很複雜的製作過程 台灣台積電已經是完全準備好 當然他這裏也都說多謝拜登政府 拿五百億美金出來做補貼 對於台積電是一個得益的人 但是會不會令到美國的晶片行業 除了設計之外 真正能夠在製造封裝這些技術 能夠成為世界第一 張忠某說不行 他說這個是一個很完備很完善 很複雜的問題 目前來講台積電擁有了 你應該扶植台積電 令到台積電可以去得更遠 而不是你想著美國可以手撿牛耳 因為你拿這麼多錢出來 尤其是一次性的補貼 根本上不會造就到晶片盛世和美國製造 但是拜登他在做 那你問我 喂 台積電這麼囂張 喂 兜口兜面 是不是 不放美國在眼內 如果美國真的可以的話 當日特朗普就不會要求 喂 台積電麻煩你七納米 五納米 三納米 香港在美國製造 阿里蘇納州 到今時今日 你看到拜登政府 都依然是說那句 雖然他要扶植不同的晶片行業 我都覺得他是對的 但是在這裏 他認為可以減弱對台積電的支持 我不認為 因為現在台積電 基本上他的能力 是超越了任何的對手 一個世代 這個也是真真正正的現實所在 張忠謀簡直指責就是說 不是指責 他表明 即是拜登的想法 你只不過拿五百億美金出來 就想 美國的半導體晶片 可以領先全球 是不實際的 不如你投資台積電 但是你看到很多的基金佬 包括北非特 他們已經想著 嗯 嗯 寧願把那些錢 投放在另外一些公司 護國神山 台積電 真的不是流 那當然了 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我贊成 晶片本身是一個高科技 如果是的話 不是一件這樣的事的話 這樣事實上 中國是已經做了 為什麼做不到 美國其實都做了 但是為什麼做不到 不是你容養 台積電 或者聯電他們做 而是事實上 他們這些這樣的製程 他真的超越了你們 這個是長年累月 幾十年的累積得回來 即使你現在說 在他的層面急起直追 但是都跟他爭一個世代以外 所以你看到為什麼台灣 尤其是台積電 張宗謀 可以這麼有底氣 和你美國喊 而真真正正 世界舉足輕重的行 真正的大企業 其實就是台積電 節目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LIKE 最終分享 訂閱課金 看廣告 可以的話加入 會員和Patreon 代表我們先 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拜拜